作词 李宗盛 自从周深出现了以后 神仙嗓音加沙雕灵魂这句话 终于有了真实的画面感 很多人不知道 周深本来也算是个专业的业余主播 作为一个毕业于乌克兰利沃夫 国立音乐学院的美声专业级别歌手 周深和大部分人想象当中的都不太一样 在各类的音乐系之中 学美声基本可以算是 占到各种唱法的鄙视链顶端 而一说到美声 大众脑海里边联想到的 都是帕瓦罗蒂刘欢那样的形象 与逼格二字深度捆绑 从不轻易下凡 而周深却是十足的一个艺术 因为周深本人跟逼格这两个字根本毫无关系 不仅没有偶像包袱 也没有高冷包袱 不仅嘴碎 还专制各种矫情画术 擅长各种的feel style 又被粉丝称为一个被唱歌耽误了的打油食人 光看他的外表也无法想象 他小小的身体里边竟然遇藏了这么大的爆发力 竟然还是个专业唱美声的 高音说上就上 音域说跨就跨 永远活力满满爆发无上线 周深可以说是国内最早开始在直播平台上唱歌的大神之一 早在2007年的时候 15岁的周深已经是直播平台上边小有名气的翻唱大神卡布 这也是周深微博名字的由来 基本上每次一唱就是好几个小时 听歌的不嫌晚 唱歌的不嫌累 精力旺盛到大家都以为他其实是身在国外的时差档 在他不知名的那些年 周深就是用卡布这个名字在直播平台上陪伴了很多喜欢听歌的人度过漫漫长夜 一个人一个麦 尽管后来能够直播的时间越来越少 直到现在周深还是坚持保留了生日直播这个专属的福利 不管登上过多大的舞台收到了多少认可 在直播间里坐下来 他依然是那个只有一人一麦给大家安静唱歌的卡布 也是继毛不易之后 又一个被乐迷集体血疏感谢弃衣从乐的优秀歌手 台上神仙台下沙雕 很多人对周深的评价都是声音空灵 但也让他因此背上了音域宽阔但歌路太窄的刻板印象 但其实他的空灵并不单一 他参加蒙面唱将猜猜猜猜 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中间的无声吟唱 一个人唱出了千钧万马云争霞味的感觉 大张伟听完之后红着眼睛说 你为什么还不红 当你还在质疑他是不是永远只能仙气飘飘的时候 下一秒周深加李克勤的情深深组合立刻合作 来了一首野狼disco 这个版本也是原作者和乐迷们公认这首歌 泛唱的最好的一个 而且周深不仅能杀雕 也能深情缓缓 他和李克勤合作的月光小夜曲 被网友点评为 这已经不是歌了 是清透了月光的艺术品 相比其他明星被营销出来的网影人设 周深就显得真实多了 他回复粉丝的那些脑洞清奇的话 和各种回怼的表情包 全都来自沉迷网络直播多年所积累下的 绝佳网感 虽然学了个看起来超高冷的专业 实际上本人话超多而且密 人颂外号贵州百灵鸟 既拥有了好的身影 也拥有了碎嘴子 看他的采访简直是一种清奇的享受 没有套路与反套路 也没有照本宣科的不真诚 哪怕看到时下流行的粉丝彩虹屁 周深反手就是回怼一句押韵的大游诗 简直就是反嚼至嚼达人 随口就是一句feel style 有才到被粉丝称为一个被唱歌耽误的大游诗人 他会没有一点偶像包袱的在微博频繁的回复粉丝 也会在直播的时候重粉 满足各种点歌和模仿需求 他也会对给他写长信的粉丝说 少且点吧 看起来好累哦 粉丝向他表白 弱水三千 我只取一瓢 你就是那一瓢 他回复 你才是个瓢呢 表情瞬间便杀掉 画风清奇之极啊 台上仙气飘飘 逼格十足 台下让干嘛干嘛 给他一个话筒 就能够给你高能的聊完全程 直接把采访他的记者都都笑了 有周深在的综艺 基本不用担心没有出圈梗 去年年底火出圈的野狼disco 他和李克勤双双戴墨镜蹦迪的表演 被网友截图称是父子卖艺 前段时间云露制歌手当打之年 周深只凭借一个身无可恋的视频连线表情 就冲上了热搜 幸之所至 他会在情深深版本的野狼discorap中间 加上一个绝美的弹舌 他也会在直播间里模仿腾格尔老师唱歌 而且周深的反套路极其有分寸感 丝毫不会让人产生任何的不适 哪怕是跨界去薇亚直播间里做活动 主持人薇亚表示 自己的声音过于低沉男性化 周深却说 可是在女声里边 女中音和女低音都是非常难求的盛线 真实自然 但又让人忍俊不禁 各种的分寸感也让人极其舒服 这就是周深的魅力与魔力 听过周深唱歌的人 都会有一种让人头皮发麻的感觉 高小松评价周深 赞他是介乎于同声与女声之间的魔音 一个人的唱诗般 我一听他的声音 就没有丝毫的抵抗力了 很多人最初对周深的好奇 可能只是源于一份 对于一个男分男女声音的烈奇心 但对于音乐的审美而言 男声和女声都只是区别声音类别的一个标签而已 除去这个标签 能够做到带给渊迷 以至纯至美感受的 就是绝对的天籁好声音 周深的声音仿佛不需要铺垫 不需要拉满情感 只要他开口 那个状态就是最合适的 俗称开口贵 不管是从音色 音域 音准 还是对音乐的敏感度 周深都做到了一直极致的完美 他曾经试过在全损音质的电影录演现场 在简陋的直播间 在顶级的音乐节目录制现场里边唱大鱼 但除了音效的差别 现场所取得的震撼感都是一样的 对于唱功好的人来说 有的人是老天赏饭吃 但网友却调侃周深是老天追人喂饭吃 随随便便就能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在生日直播的时候 来一首被奉为实力派唱功照妖镜的左手指乐 我其实不太会唱这个 但是我看点的人很多 结果第一遍的时候 第一个字确实疲了 当第二遍重来的时候 所有的弹幕都只剩下了惊叹 这首歌从低音四到超高音六 中间的音域横跨了三个八度 而且同时融合了戏曲与花枪女高音的唱法 对于实力派的歌手而言 能够整体唱完已经能够算是不错的了 但周深就这么坐在凳子上完成了 屏幕里的周深甚至还在一边偷瞄看词 一边坐在凳子上战术后仰拉麦 但还是毫无意外的把麦唱爆了 事后上热搜台还回应了 本来是为了满足粉丝的点歌 要是知道会火 他就唱好点的了 尽管他坦言对左手指乐这首歌 并不怎么精通 但从直播间的版本听来 除了歌曲的高音和真假音转换的完成度 这首歌的禅意同样被周深诠释出了三分 这段直播视频在B站的播放量 甚至已经突破了420万 从最开始的大鱼到前段时间刷屏的 情深深版野狼disco 周深开始慢慢的活跃在大众的视野 但其实他并不是今年才开始活跃的 事实上在过去的五年里 从中国好声音到萌命唱奖猜猜猜猜 再到深入人心我们的歌 周深几乎上过了所有国内音线的音乐节目 无论是出道选秀 变声唱奖 还是合作老牌歌坛天王 周深几乎都完美的hold住了 中国好声音虽然没有让他走到最后 但初登场的一首欢颜 为他迎来了很多打开刺壁圆的出圈机会 包括那首让周深第一次大放异彩的 大鱼海棠电影主题曲《大鱼》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 周深接了非常多的影视剧主题曲 一次次的破壁出圈 他既唱国脉也唱国产武侠 秀春刀二里的一首《浓情淡如你》 用净显空灵的嗓音唱出了男女主角之间的情感 随政治局势的紧张而渐渐高涨 随着潮局的翻覆而浓情转弹 正是多了三分则显过 少了则又不及 这也就是周深的情绪把控能力和音乐的敏锐度 技巧细节如微 情绪生入人心 他属于不太需要外物去衬托的那类天赋型的歌手 对于周深这样属于童话里 用声音迷惑人心的海妖般的存在 纯净就是他最好的背景音 周深最难得的不仅仅是音色的空灵感 更关键的是 他的高音实在是太过天然了 丝毫没有任何的炫技感 无论唱到多高 音色都能够做到圆润而不尖锐 飘在顶端 但却反而有一种落在地上的踏实感 听起来极为舒服 对于很多乐迷而言 他的声音就像是连接起二次元和三次元世界的转换器 三千世界无限想象全部蕴藏其中 周深无疑是多面的 单纯的神仙嗓音或是沙雕灵魂 都只呈现出了他当下状态的某一个方面 对于周深自己而言 无论是镜头前的空灵 还是私下里的沙雕 他还是那个永远坐在那里陪伴大家安静唱歌的歌手卡布 对于周深的歌手卡布